今天航運又跌停 好 為何這麼慘 我在四周前 7月2號就預告過了 精準無比 這一波完全是籌碼的問題 賞戶籌碼完全被主力抓住之後呢 坑殺到底 好 那因為還有八天哦 八天後舟轉折 航運舟轉折才會扣低 你要錄音音 來 今天是搶救航運專案 我跟各位講過有沒有 這個是逃命 會破底 好 那今天是尋找洋長萬的 最後一天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好 今天航運又殺跌停 同時也影響電子 那影響電子的程度會有多深 我今天節目會有全國獨家精闢的解析 請各位鎖定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點股曾經的節目 今天節目開始呢 跟各位破題喔 講兩件事情 那今天航運跌停在預期當中 我跟各位講過了有沒有 上禮拜跟各位說 還有兩週才扣低 好 那今天航運跌了 可是電子為何受影響 想清楚喔 獨家精闢的解析 而因為看起來還是有太多賞戶 還是迷失在航運 基本面很好的迷失之下 那造成今天航運又跌停了 好 要補融資怎麼辦 砍電子去補融資 那這樣子對航運一點幫助都沒有 那這樣子對電子的影響是很短暫的 我待會會各位重複講這兩個重點 好 來投資票來 注意聽喔 還有8天 8天後航運的周轉折才會扣低 我從7月2號講到現在 你每天鎖定我的節目 你都可以驗證 你也看出江江的專業跟愛心 我真的盡全力了 所以今天是搶救航運的最後一天 一跌破 二反彈回抽 跌破跟死差 死亡交叉 當然不能夠繼續凹單加碼攤平啊 你如果連這個都不懂 不要做了 你為了錢總有一天會被阻力坑殺到底 輸光光 懂我意思嗎 那現在他真的破底之後頭這邊 尋找洋長萬的最後一天喔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請各位一定要把握好不好 改變 改變 就有機會扭轉你的股市人生 不然的話很可惜啊 有多少人今年在股市中有獲利 賺了不少錢 可是就一個關鍵點 沒有抓到這個主力要坑殺賞戶的那一種手法 然後呢輸光光 是不是 所以堅持穩定的獲利 穩健的獲利 然後呢堅持SOP 什麼是SOP 是標準作業程序 堅持主升 一定是買底部 一定是不追大漲過的股票 你把這件事情堅持住了 把你的SOP手穩住了 你一輩子不會在股市受到傷害 這是我的苦口婆心 這是我的良藥苦口 一路驗證 這才是康莊大道 今天開盤呢 金虹又噴漲停 最高到259%了 今天金豪科再創歷史新高172% 這不是25%的獲利 這不是17%的獲利 這是堅持SOP 堅持主升段的操作模式 所創造出來今年5檔會員持股 獲利超過100% 這個才是康莊大道 你說是嗎 來 投票 史上最強電子忘記 今天電子受到航運跌跌影響 因為要補融車的關係 賞戶看起來是不認輸 繼續把有可能很多人 手中的維持率不夠怎麼辦 砍電子去加碼航運 我認為這是錯的 我認為這是錯的 這會又會被主力抓住 這個後續你要特別特別小心哦 那基本上今天的電子轉落 不會影響我的看法是說 我在7月初講的7 8 9月 就是史上電子最強忘記 你看金虹破紀錄了 是不是 金星科創紀錄了 大賺242塊錢 我們的原相上週試買 今天穩健獲利至少減碼一半 那這是我的穩定性啊 懂我意思嗎 來哦 你看哦 我過去講的美檔股票 包含威鋼 石泉 右華 安國 我飛鴻 九陽 光潔 盛群 升泉 每一檔都不是賺2% 3% 每一檔都賺4成 5成 6成 7成 然後呢 每一檔我保證 我會員持股 我負責代盡 我就負責代出 穩健獲利 是堅持主身段的最大的操作原則 跟各位分享 我是這樣子在面對股市 我是這樣子在幫會員操作 懂我意思嗎 請各位把握機會 來 這是這一波 航域受傷的人 姜老師給你的忠告 這兩句話 這接下來兩張圖卡 我認為你把它手機 現在手機很方便對不對 截圖或是把它拍照拍起來 把它視為你股市操作的基礎的指導原則 堅持底部起漲 不是底部起漲 我不買 懂我意思嗎 噴3成 4成 1倍 2倍的股票 堅持不追高檔 投資票 把它記下來 把它铭記在內心 然後不要光說不練 一定要堅持握緊拳頭 堅持這樣子做 堅持我的好技術 堅持我的好觀念 就是你不要去追高 再也不要去追高 好不好 你堅持不追高 阻力坑殺不到你 再一次哦 你只要聽我的 堅持不追高 阻力永遠無法坑殺你的血汗錢 如果你都不改 你過去都追高追漲停 輸很多錢 你未來都不改 那沒有辦法啦 阻力很厲害啊 是不是我說過 台灣有一群主力 非常的兇殘 非常的心狠手辣 我跟各位講過對不對 你堅持住了 我認為你會有康莊大盜 好 那今天電子受影響 稍微做拉回 等這個籌碼稍微釋放出來之後呢 還是會有驚鴻第二 所以我們今天驚鴻第二的活動 也在今天同步做結束 也請各位把握 來 這是我的UT 這個YT的解盤頻道 幫我訂閱 按讚和分享 按讚很重要 訂閱也很重要 那這是我的這個粉絲團 我每天在這個Telegram 會有早報盤中 還有晚報的精彩分析 都跟各位講 我對盤式的看法 還有常常會有獨家的產業的分析 也有獨家精闢的看法 我的解盤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這邊是LINE AD的生活圈 你可以在生活圈留言 跟姜老師一對一的對談 特別在Weekend Weekend我會比較閒 我比較有時間 我會跟你做這個諮詢 導致你的投資的觀念 教你一些基礎的 這個技術分析的研判方法 所以這個是LINE AD的生活圈 趕緊做加入 那這邊是Telegram 每天的盤前盤中盤後 都有精彩的分析 跟各位做分享 這邊盤中訊息比較多 那請認證我的ID 小老鼠WIN58899 確定要認證 因為坊間真的有太多 太多仿冒詐騙集團 差一個數字 一個數字不對都不行 多一個數字 少一個數字 都不是江江本尊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認證 atWIN58899的ID 請各位特別特別幫我留意囉 好來投寶來 我是全國唯一一位 電子產業記者出身的分析師 我還獨創了扣高扣低的 預告能力的技術 那事實證明呢 精準無比 來投寶來 你看我從15159 我在全國賞戶最恐慌那一天 我喊他不是黑天鵝 誰不是黑天鵝 疫情他不是黑天鵝 他是毛毛蟲 毛毛蟲未來會羽化 會變成漂亮蝴蝶 會帶領我們飛越萬八 有沒有完全驗證 那來到萬八為何做震盪 為何做曲線震盪 有沒有拉扯有沒有 船產鋼鐵航運電子 互相做拉扯 所以呢會維持區間震盪 他這個震盪是盤整出標股 有沒有 這是我過去講的完全驗證 就是實例的 把我盡可能把我的專業的 研判的結果跟各位分享 讓各位去驗證一段時間 驗證當一個分析師的穩定性 前瞻性專業性 跟有沒有操作的觀念 跟技術 懂我意思嗎 通通事先講 這個就很精彩了 每一檔都堅持是底部 堅持是主身段 那一段時間過後你會發現 檔檔的獲利 都比散戶自己能夠賺的多 很多很多很多 是不是好 來吧 這是航運 我當初講的夠清楚吧 這次全台灣只有我一個人 在航運最高檔跟各位說 你怎麼這麼狠心 去追五波高檔的尾聲呢 是不是 這是我當初的利潤根據 好 這是全國唯一 獨家有預告能力的技術 扣低會漲 那如果是扣高轉折呢 是不是 這很明確的 它是屬於什麼 扣高轉折的狀況 扣高轉折 扣低會漲 扣高它就不是主身段 是不是 過去我講的標股 金豪科啦 這個敦泰啦 譜成啦 等等 每一檔都是扣低轉折 扣低轉折 站上轉折多方勝 轉折三連多 多多多強烈反多 必噴三周 這是我技術班的口訣有沒有 好 那他扣高轉折怎麼辦 高轉折就不是主身段啊 好 那你為何在高檔 把你的血汗錢全部放在 即將扣高轉折的 航運股身上呢 這張有夠精彩吧對不對 全台灣只有江江跟各位說 去年7月8號9號10號 是天國一揮建歷史高點的時候 有沒有 提防重演建好就收 你事後想起來 你事後回顧 你會嘖嘖稱奇 江老師是普通人 我是平凡人 但是我研發的技術 救了千萬個股民 有沒有 我贈得賺102%出場了 我甚至跟各位說 有沒有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股有多空循環 此事自古南全好不好 此事自古南全 這是千古不滅的定律 懂我意思嗎 任何股價 它的漲跌都有循環 多頭漲完變空頭 空頭修正完才變多頭 這是我當初拿周轉折 事先預告還免費送贊報 是不是 江老師的粉絲 全國最幸福啊 因為來高檔跟各位講 有危險對不對 好 那跌下來我怎麼說 還是往下 才兩根黑黑 留下影線 轉折力道還是往下 有沒有 未來還是往下 你要提防二次傷害 是不是 好 它跌深有反彈 一跌破二反彈回抽 一二三法則 有沒有 站不上提防有向下的 什麼一二三法則 有沒有夠清楚 那確實沒有錯啊 又破低了 好 那我上禮拜7月23號 我又講了有沒有 未來兩週還扣高 兩週幾天 兩週有十天啊 扣掉昨天今天 是不是還有八天 所以我沒有亂講 我都用我的技術 把我的技術 一五一十跟各位做分享 是不是 他說還有八天嘛 好來 你看今天的收盤 很殘忍哦 非常之殘忍 好 那今天的運輸股已經來 有沒有 一二三法則有沒有看到 兩週前講的 一跌破二反彈回抽 是不是三重錯 好 那確實驗證我的技術 精準無比對不對 好 那今天發生一件事情呢 好 什麼事情呢 好 我跟各位講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 它有低檔背離現象 有沒有 它有低檔背離 有沒有看到 已經連續破兩個低點了 好 指標有連續兩次 似乎沒有再破低 好來 對不對 你要對背離有正確的認知 好 不是一背離就可以買多 對不對 絕對不是 背離會反彈 背離會反彈 一次背離小反彈 二次背離反彈多一點 三次背離多一點反彈 投資朋友 可是終究是背離啊 終究是反彈啊 好來哦 一個觀念 請問你的一百萬 你的五百萬 你的一千萬 你是要去搶反彈 賺小錢 還是買主身賺到錢 有沒有答案出來了 答案出來了就做這樣子 真正去導正的觀念 你要搶跌生反彈賺小錢 還是鎖定主身段賺暴利 沒有人這麼傻吧 沒有人這麼傻 那有主身暴利不賺 去搶反彈賺小錢吧對不對 你都知道沒有人這麼傻 可是你卻這樣子做 為什麼 觀念 迷失 就是說你對股市的認知 還不夠清晰 你對股市的觀念 認知這個方法觀念 不夠清晰 你不要做 我真的建議你不要做 懂我意思嗎 你要把自己對股市訓練成有好的技術 有正確健康的觀念 你才有機會贏啊 因為你的觀念不正確 主力不坑殺你坑誰 懂我意思嗎 因為主力無法坑殺我 我有練過我苦練過 我懂主力手法 他無法坑殺我 可是賞戶呢 賞戶就不見得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看我的節目 都看我的節目 修正你的觀念 我認為你必須改變了 你過去如果用過去的模式 都此時無法反敗為勝 徹底改變 徹底改變 聽我的 好來 好那這個是主力成本的對 好的嗎 他這個白色的線 有沒有看到 他過去的他過去怎麼漲的 他過去過去怎麼漲 站上線 站上白色線會有多頭 他現在白色現在在上方 現在壓力啊 說他未來白色的大主力 沒有站上大主力 無法翻多 無法翻多 主力就不會幫你推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自己要認清楚這個趨勢 好 那另外來看什麼 什麼周轉折 這是我們獨家的沒有 你看哦 如果你沒有轉折的預告能力 好 我打個舉方 比方說 來 好有沒有 你看 這是均線 這是均線 你如果只看均線 你看不出任何端倫對不對 可是你的你把指標改成我的空盤轉折 很清楚了 站上轉折是多 跌破轉折是空 有沒有夠 有沒有夠簡單 他不只告訴你現在多空 他還告訴你未來多空 很清楚 那什麼時候會扣低 這裡扣低會漲 有沒有 好 那這裡扣高 他會跌 有沒有已經連跌四周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會扣低 這裡會扣低 這裡會扣低 那下週還是扣高 還幾天 本週還三天 下週有五天 他就還八天啊 也就是說真正落底時間 可能在這個位置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懂我意思嗎 所以自己把握 今天是搶救航運 尋找洋場萬的最後一天 自己好好的把握機會 來 這是我的技術 鋼鐵賺完兩成三成四成不碰 不碰我堅持不碰 為什麼堅持不追高啊 買這裡賺四成 買這裡不一定啊 那你幹嘛去做不一定的事情呢 好是不是頭髮 來塑膠 死貓掉 我在節目跟各位說 這是很明確的死貓掉 好來頭髮 這是一三類股 頭髮有沒有 哪一天這一天啊 死貓掉現行出現後 再也無高點 緩步的下跌有沒有 跌彈跌彈跌 那這就是什麼 就是姜老師的專業 那這個專業不是一天可以造成訓練 強迫自己每天不斷的成長 也就是說姜老師跟各位說的 電子股有沒有 7月2號7月2號 在我行運有風險的同時 跟各位講電子會噴出 電子會噴出 那我的利潤根據不是我覺得 不是我研判 是我從園區挖來的第一手訊息 那就是我們的優勢了 是不是想一想 你要跟誰做 未來才會有反敗為勝 才會有堅持主生的抗樁大道 自己想清楚囉 好來 有沒有我說過 這史上最強的電子旺季 今天很明顯 很多股票殺下去 尾盤留下影線 為什麼 盤中為什麼殺這麼兇 他在補錢 他來殺電子賞戶 我認為又做了一次非常不明智的行為 他在殺電子換現金去買什麼 去加碼航運股 我認為這很不OK 非常非常的不明智 因為我看得出來 他主力一定看得出來 所以我認為還有他的風險 所以航運股特別把握今天 尋找洋場萬的最後一天 搶救航運的最後一天的活動 自己把握囉 那電子今天很明確受航運拖累 我認為是短暫現象 所以我絲毫沒有改變 七八九月 電子還是最大主流的看法跟做法 來學習是最賺錢的投資 沒有錯吧 是不是 你看我的節目 不只是可以看到未來的趨勢 你還學到很多的觀念 對不對 來 我還有給我們親愛的會員 很棒的技術班 請各位一定要把我來做學習 來的吧 主生段 堅持主生 堅持不追高 堅持不追漲題 這是我的原則 相信這樣 會員只做主生段標股 你看過了 你看過第一桶賺200多%的成功案例 好 你看過主生段的樣貌 我每天講 什麼是扣低 就說利用我的技術 我的技術 你上技術班你可以學 你不懂什麼叫扣低扣高 技術班可以完整把你教會 你可以透過技術班 完整的學會 學習到扣高扣低的技術 我跟你保證 你看扣低 未來轉折是扣低 他的多 未來扣低是多 未來扣高不是多 懂齁 你一把握這個技術呢 又把握到基本面 喷翻了 賺286塊錢 今天是7月底對不對 就畢竟7月底喔 馬上要這檔股票 要公佈什麼 7月份營收 8月初要公佈7月營收 預告非常亮麗 非常之亮麗 這是我的優勢 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 這是你借助我們專業的地方 來的話 這是普城 我講過了 扣低值扣4個低值 那答案只有一個啊 標準的SOP啊 那就是噴翻啊 131%普城 要賺就賺主升段 驚鴻好不好 196% 今天創新高256 投這杯喔 259囉 259%投這杯喔 來是不是 低檔要買 這裡可不可以買 不能買 為什麼 堅持主升 堅持底部 懂我意思嗎 你等股價噴出 全市場再追 那請問了 你的勝算只剩五成 你為什麼要去做你勝算 只有五成的事情 勝算如果只有五成 等於賭博 那十賭是九輸 那九賭是必輸 那你就不可以做 懂我意思嗎 觀念 堅持 標準的SOP 懂齁來 偽全店買低檔 創立新高 這裡是買點 這裡就絕對不是好的買點 我就很單純做這個理念而已 自己聽進去齁 來好不好 鄭德賺100%出光光 賺一倍出光光 標股會員 人數最多的會員 是不是 好 享受是不是扣低值 扣低值之外 還掌握了什麼 爆炸性力多 從140噴到1925 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23法則 又跟驚鴻一模一樣 是不是 主身段是這種模型 是模型可以複製的 你把過去成功的模式 未來就無限期一直重複 就OK了 我講真的 我講的都是真的 來好不好 這是享受有沒有 1980了 是不是賺翻了對不對 來好不好 這個是九陽 創立子新高 那這是金豪科 金豪科同胞有沒有一樣 完全扣低值 扣低值 怎麼辦 他就負責噴啊 從108 120買兩次噴到213 你要跟誰做 108買120加碼 噴到213 那你要跟誰做 才能夠享受股市的這個生活 好的生活 是不是 就是鋼鐵股 抓到法人上修鋼鐵的猜測 第一手訊息 領先市場 領先報紙 領先媒體 你先抓到了 法人會這樣子做 我們先知道之後呢 卡位讓法人來抬轎 這是我的模式 4天賺2成3成4成出光光 出光光也講啊 是不是我的節目持續鎖定 都有很強烈的連貫性 我不會每天講不一樣的股票 懂意思嗎 來對不對 這個是要就算主身段 這是理念 這是堅持 這是你必須要改變 才會有好的股市人生 我講真的 好來吧 這個是誰光潔 這是讓會員很感動的股票 多感動 就是說你買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會噴 這個需要什麼 需要訓練 這個需要霸氣 這個需要相信 相信主身段 能夠帶給你好生活 這是光潔有沒有 噴6成 買進後沒有低點 一路這樣子噴 往上急噴6成的獲利 這是主身段 這是主身段的回饋 好 升權有沒有 五根漲停 右滑噴4成7 盛群噴4成2 連結帶進帶出 我講這天很精彩對不對 賞戶怎麼做 賞戶期漲都不買 賞戶追這天 那我不一樣 我買旗漲 然後這天我出 我出當天獎 是不是 那這就是這樣這樣 我一直在堅持做 對賞戶會有幫助的事情 是不是完全驗證啊 很精彩的操作對不對 金星科一樣又扣低了嗎 你會發現 從頭到尾都扣低 扣低的都會噴 是不是 金星科 除了扣低之外 掌握低手訊息噴翻了 385噴到627頭 你要跟誰做 你試想想我哪一檔沒有四千獎 那你要怎麼做才會贏 是不是加碼凹單 然後去攤貧航運嗎 多可憐啊 是不是 好自己想想清楚 好忘九龍頭 你再看一次喔 我哪一檔帶會員追天上 不行嗎 那是不對的行為 那是賭博的行為 十賭九輸嘛 是不是 你看我堅持買底部好不好 你看看 我堅持買安國底部 你看看 七成的獲利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從富貴櫃灌輸 你對股市應該有的正確認知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比你是不是要參加會員還重要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是前提 這是基礎原則 這是決定你踏入股市 你會輸會贏的關鍵 你一定要堅持底部 堅持底部起漲 絕對不能夠追高 懂意思齁 來有沒有時間點 獲利出 出場就出啦 你看我都趁創新高出股票 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賞戶絕對不會這樣子做 懂於這是我們的優勢 非常苦練過 帶給會員的穩健的獲利的成果 敦泰有沒有出啊 出漲停厲不厲害 漲停版出光光可不可以 是不是 估值到了 我認為估值到了 好了來 這就是我們上週布局的原項有沒有 好你看喔 上週四買 昨天噴漲停 今天獲利出一半 至少獲利出一半 那這就是操作 完全事先預告事後驗證的操作 那絕對不是套牢了 打死不賣 加碼凹丹太平堵 堵他會反彈 堵他會V型反轉 那如果沒有V轉呢怎麼辦 是不是想清楚 所以江老師今天跟我講很多 語重心長啊 講的大部分都是觀念 技術之外好不好 好觀念真的很重要 自己把握機會了 這是主生長的回饋 你可以透過LINE的留言加168 或者是0800-6680 把我的電話 跟我們做諮詢 有沒有持股診斷 最後一天了 尋找揚長萬的活動 最後一天我知道很痛 我知道很可憐 可是相信我 把過去的錯誤 趁這一次好好改變 不是改變一次 是改變一生 懂我意思嗎 因為如果你這次把你救回來了 你還是那個壞毛病 還是那個不正確的觀念 而後還有很多明天啊 下一波 那萬一主力又坑殺你 那你怎麼辦 所以把自己練好 把自己顧好啊 把這一次當作是 最後一次寫的教訓 把我的話聽進去 我講的都是真的 自己好好把握機會 你考試給你看 你不要有航運 你有的是驚鴻 是不是很開心 你有的是金星科 是不是很開心 都是電子股 原相 是每一檔都是電子股 7月的標股 每一檔都是電子股 沒有傳產沒有航運 是不是 這一次早就講過了 來 堅持抵不起漲 堅持不追漲停 堅持不追高 堅持好技術 堅持好觀念 我跟你保證 你的未來一定會有抗樁大盜 請好好的把握機會 趁著今天電子 受到航運波及的時候 我認為當修建結束 那驚鴻第二的機會 就會浮現了 請各位好好的把握機會 感謝各位的收看 祝各位平安順心 壯大錢拜拜 感謝各位平安順心